所以对中共来说呢 台独不台独呢 你们在台湾的 除非你真的是 现在就欢迎我过去 然后就战争一国两制的 赞成我统治你们的 那你们不是台独 其他都是台独 更何况中共过去习惯就是 即便你现在在台独 在台湾 然后你不讲台独 在他看来叫什么 叫国统区 叫白区 白区人都不可以信任 一旦我统治了之后 白区人我慢慢消化的 最坏的那些人呢 我要杀掉 要解决要关起来 然后次坏的 我一批批弄掉 然后再不然就 我送到朝鲜战场 把他们全部解决掉 那么也就是说 他必须要抹黑 跟否定我们的优势 这样才能转移焦点 焦点在哪里呢 共产主义才是世界的问题 才是两样的问题嘛 他不让你看见这个 他让你看见台湾内部问题 然后看见这个美国的问题 然后看见美国什么等等 所有东西呢 只是一种心理战而已 瓦解我们的意志 瓦解我们的世纪 所以过去两位蒋总统 讲得非常好 就是共产主义呢 他要他邪恶的一面 那你如果不懂共产主义 你光听表面的话的话 你很容易被他骗 这个在国民党的道路上呢 有过非常惨痛的教训 所以希望就今天 不管你是哪一党的人呢 继续当年的教训呢 看清楚中共 然后确定好台湾的定位呢 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